请听第七十集 赵主妇诈使秦廷 赵武凌王的胡胡骑射振兴了赵武 使得中原六国大为震惊 然而强大的秦国却始终威胁赵武 赵武凌王为此忧心忡忡 寝食不安 为了专心对付秦国 赵武凌王决心传位于太族 可是国君之位到底传给谁呢 原来赵武凌王刚继位的时候 娶韩国夫人为王后 并生下一子名曰公子张 公子张被立为太子 后来又纳吴王为妃 吴王也为赵武凌王生下一子 名曰公子和 王后 王后病逝之后 立吴王为王后 赵武凌王对这位新王后百般宠爱 因此产生了立公子和为太子的念头 王后 我想废掉公子张 立公子何为太子 不知王后意下如何 真的 臣妾多谢大王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公子张 他 他服吗 我是一国之君 我想川位给谁就给谁 谁敢不服 我怕 我怕 王后不必担心 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大王是如何安排的 公子和继位后 我让肥义做相国 让我的叔父公子成做司马 他们是赵国德高望重的老臣 一定会辅佐好公子和的 那公子张呢 我把安阳这个地方封给公子张 他以后就叫安阳君 再派田不礼去辅佐他 田不礼 他这个人靠得住吗 靠得住 田不礼 也是我赵国老臣 而且此人足智多谋 让他辅佐公子张 我也放心 那 那大王您呢 难道您就不管事了 谁说我不管事 以后一切国事都还是我说了算 对了 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大王 叫我主妇 赵主妇 主妇 主妇 赵武林王自封的这个主妇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太上皇 只不过这个太上皇是拥有实权的 赵主妇 把王位传给了公子和 就是赵慧文王 之后 赵主妇 就急忙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又要干一件轰动中原六国的大事 臣 肥毅拜见主妇 肥毅相国免礼 谢主妇 肥毅 我让你找的人来了没有 回主妇 主妇 让找的人正在门外等候 好 宣他进来 是 主妇 您要找的人来了 臣 赵昭拜见主妇 好 赵昭 我命你出使秦国 递交国书 主妇 臣 臣从未到过外国 哈哈哈哈 我去过 臣 不善外交辞令 而且 臣也没有口才 没关系 我懂外交辞令 我有口才 主妇 你 您这是 我只问你 你会什么 臣 臣只善于绘画 赵国的地形图 就是 微臣画的 那就对了 你只管画画 其他的事 我来处理 主妇 您的意思 肥义还不明白 哈哈哈哈 很简单 我命赵昭出使秦国 而其实 是主妇我 出使秦国 而赵昭只管在沿途 把秦国的山川河流 废成地图 啊 主妇 万万不能啊 秦国乃虎狼之邦 这一去 恐怕凶多吉少 请主妇 三次 飞翼相国 你只管好好辅佐公子河 我去秦国 就是想亲自考察一番 看看那里的地理形势 到底如何 而且 我也想亲自去会一会秦王 我要看看这位当事肖雄 到底是什么样子 主妇 您要三思啊 正当赵主妇愁愁满志的 准备这次大胆的行动的时候 安阳君 也就是公子张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登上王位 心中很不是滋味 每天只能在安阳城的府地里 喝闷酒 而田布里却是他每日酒桌上的做上课 请 公子 请 好 喝 喝 唉 我真不明白 大王正当壮年 为什么这么早就传位于太子 太子 什么太子 我才是赵国真正的太子 要不是后宫那个狐狸精 成天缠着父王 父王会无缘无故地把我给废了吗 是啊 我也真为公子抱不平啊 不过 父王虽然传位 可是国事还有父王做主 公子和那个胆小鬼成不了气候 唉 不谈这个了 我们喝酒 公子 诧异 难道公子就没有看出来 大王这样做 完全是针对一个人呢 针对谁 就是公子您呢 啊 来 公子 我给您满上 天大 你倒是说说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唉 大王 怕他百年之后再传位 您会因为不服而起兵造反 所以 大王趁着自己还是壮年 把王位传给公子和 等到大王百年之后 公子和的王位早就已经稳固了 到那时 您想造反 也反不起来了 哼 岂有此理 没想到我多年对父王忠心耿耿 为赵国出生入死 到头来 却落得这般下场 哈哈哈哈 天哪 公子息怒 公子息怒 那于钱大夫的意思 我是不是现在就该起兵造反 夺回我的王位 不 不 绝非如此 嗯 至少现在不是时候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公子应该处处顺着大王 不 是主妇 主妇虽然精灵强战 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他是个很温情的人 而温情 偏偏是帝王的大忌啊 钱大夫一息话 令我毛色顿开 来 钱大夫 我敬你一杯 酒桌都被公子掀翻了 我们还喝什么呀 这 哈哈哈哈 微微的寒谷观上 几面写着琴字的大旗 迎风飘扬 大路上 一辆插着赵国大旗的马车 环环驶来 坐在车上的 是伪装成赵国世杰的 假赵昭 也就是赵主妇 以及专门绘制秦国地形图的 真赵昭 秦王在上 赵国使节赵昭奉 奉国君之命前来递交国书 告知秦王 我赵国以立新军 嗯 赵昭 你后面那一位是干什么的 他是外臣的随从 嗯 那他的脸 怎么一会儿变白 一会儿变红 莫非是要图谋不轨 哪儿的话 我这个随从 从未见过如此场面 所以变颜变色 也是有情可原 还请秦王见谅 哼 一定是心怀伯挫 想来行辞本王 来了 给我拿下 赵大夫救命 赵大夫救命啊 慢 人们都说秦国乃虎狼之王 蛮夷之地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你敢辱骂本王 谈何辱骂 本使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 原以为秦国自目攻之后 就该是礼仪之邦王 没想到蛮夷之气 仍然未改 你说什么 秦王要是不信 就请自己看 这大殿之上 刀枪林立 武士们各个凶神恶杀 暗藏杀机 你们秦国 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迎接修书通好的使者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贵使 气欲轩昂 应对自如 果然不如使宁 哈哈哈哈 来人了 赞 白酒 我要款待赵国的使者 不能让人说 我们秦国不懂礼仪 来 赵大使 本王敬你一杯 多谢秦王 秦王请 赵大使 贵国大王今年高寿啊 各位秦王 我们大王未满四十 如今正当壮严 那他是否贵体欠安 非也 我们大王身体十分健壮 既然正当壮严 而且身体康健 何故这么早 就传位于太子啊 我们大王认为 刚刚继位的君主 由于长期当太子 大多不懂人情事故 更没有治国的经验 所以早点让太子 继位就可以言传身教 为将来治理好国家做准备 嗯 贵国大王 贵国大王真是有独特的见解 难怪 他能够搞胡服其色 只不过 他正当壮严 就不问国事 到底有些不妥呀 万一有人不服 起兵生事 恐怕日后 他会后悔莫及 秦王大可不必担心 我们大王虽然让位于太子 可是国家大事还是由他做主 所以 我们大王现在称为主妇 主妇 哈哈哈哈 真有意思 来来来 我们喝酒 请 哈哈哈哈 赵大使的言谈真是风气啊 对了 你刚才说秦国是虎狼之邦 这话 是从哪听来的 中原六国都这么说 哦 这就是说 中原六国都怕我秦国 嗯 是这样 那你们赵国 怕不怕秦国 赵大使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们赵国 怕我们秦国吗 怕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赵赵啊赵赵 你这样说 不怕你们大王 知道吗 啊 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 如果赵国不怕秦国 何必搞什么 胡扶骑射呢 胡扶骑射 对 如今我赵国 擅长骑马射箭的将士 比当年多了十几倍 我们不但征服了中山国 而且把东西两边的胡人 也赶到了黄河一北 所以对付起秦国来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想 现在秦赵两国平起平坐 旗鼓相当 可以互相交好了吧 啊 对对对 是该互相交好了 哈哈哈哈 赵大使 贵国搞得胡扶骑射 真的是 战无不胜 当然 向我赵国这几年来东征西逃 扩大的地盘有好几百里 靠的就是胡扶骑射 和本王庭人说 那胡扶是怪异之扶 有违圣贤礼法 恐怕 有朝一至会民风日下 道德沦丧啊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赵国已经强盛起来了 如同泰山黄河一样 历历在目 现在居然有人说这种话 真是可笑 可笑啊 哈哈哈哈 胡扶 本来就是野蛮人的装束 人们这样说 也是有道理的吗 秦王还记得吗 当年在邹鲁这个地方 老百姓喜欢在帽子上 用红线做装饰 这也算是怪异之福吧 可邹鲁之地出了孔秋 延徽这样的圣人 吴越地处边壁的山谷 那里的人皆喜欢赤膊纹身 这也算是尤为圣贤礼法吧 可吴越之地尽处英雄豪杰 好 说得好 哈哈哈哈哈哈 没想到赵大使不但能言善变 而且学实冤博 本王佩服 来 本王敬你一杯 我们今天不罪不贵 多谢秦王 敢 敢 哈哈哈哈 赵主妇在秦庭之上 和秦昭王对打如铃 谈笑丰盛 然而赵主妇身知秦昭王 狡诈多端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识破自己的真实身份 于是当夜就收拾好行装 趁着月黑风高之际 连夜赶回赵 而那个真赵昭 则被留在驿馆之内 以迷惑秦昭王 就在赵主妇连夜离开秦国的时候 秦昭王也觉察出有些不对劲 怀疑这个赵国大使就是赵主妇 第二天清早急忙派大将军白旗 去请赵国大使 结果请来了 真赵昭 你是谁呀 在下是赵国的外臣赵昭 胡说 赵昭本王亲自见过 你只不过是赵昭的随从 快说 赵昭上哪去了 胡回秦王 在下真是外臣赵昭 昨日见秦王的那个赵昭 就是我赵国的主妇 白旗将军 在 以速带三千兵马 把赵主妇给我抓回来 我把他碎尸万段 难解北王心头之憾 莫叫遵命 赵黄无敌 下上舟 群群惩罚恼春秋 龙征湖独 龙征湖独 烟雨雨过 血腥风万民愁 哦万民愁 赵黄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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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不便 赵黄无敌 赵黄无敌 无关千古 心追灭 听说不过千笑 不过千万万 见不便知难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